经手在倒车时不会判断车尾 后方沾暗屋的距离 容易发射寡飞 那么大家可以试试这六个倒车技巧 它能让你精准判断车尾 也后方沾暗屋的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打开 第一倒车时车尾有车 不会判断车尾也后方车辆的车技 我们只要顶着后时筋下沿 把车辆往后退 当后时筋下沿 和后方沾暗屋底部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车 此时啊 我们的车尾借后方车辆 还有三十位面 第二 车方位停车时啊 不会判断车键 要么哈 像咱们的这个车头停的太靠前 站着咱们的前面的车位 让前面的车哈 很难停 要么就是让后面的这个车尾 开开后压着后面的车 其实啊 这就是不会判断我们的车尾 以咱们的这个车位线的距离 造成的 那么一到这种情况 我们也是只要盯着 我们后时筋下沿 把我们的车辆 往后推 当我们的后时筋下沿 和后方的这个车位线 平行的时候 我们停车 此时我们的车尾借 后方车位线 也是单身领域 第三 依照这种 低矮障碍物 不会判断车尾设计 那么我们也是 只要盯着 后时筋下沿 把我们的车辆 往后推 当后时筋下沿 和后方障碍物 击过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车 此时啊 我们的车尾 借后方借沾物 就是单身领域 第四 倒直脚时 容易发生寡刺 那么我们只要记住 当我们的车身 和旁边沾物的距离 大于单身领域 那么我们只要盯着 后时筋下沿 把车往后倒 当后时筋下沿 和后方沾物底部 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 此时啊 我们的车尾 借后方 沾物 还有单身领域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打方向盘 我们的车尾啊 就不会刮蹭到 旁边的障碍物 第五 倒车时后方有枪 不会判断车尾 车接 那么只要盯着 后时筋下沿 把我们的车辆 往后退 当后时筋下沿 和后方墙脚底部 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车 此时啊 我们的车尾 接后方墙面 还有单身领域 第六 倒车时后方有人 不会判断 车辆已行的 安全距离 我们只要盯着哈 后时筋下沿 把车辆往后倒 当后时筋下沿 后方形的脚底部 重合以后 我们停车 那么我们可以下车 看一下哈 此时我们的车尾 既行人 还有30厘米 那么这个距离哈 还是非常的安全 在这里 我们要注意一点 因为每个人的坐子 身高 以及车辆 都不一样 所以咱们的点位 会有一定的天差 我建议大家哈 可以用反推法 也就是把我们的车位 停在距离 障碍握30厘米的地方 很好 然后去上车 观察一下 属于自己的安全点 找到这个点位以后 你再来倒车 就能做到像车格一样 无论是什么 倒车啊 都能接 障碍握30厘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